我們要先建一個網站 然後再新建一個我們的首頁 首頁部分的話記得就是HTML5 直接按建立就可以了 建立之後的話 畫面把它改成傳統的 另外再把它改成分割的 分割的 這個地方的話標題可以把它改成叫 206 比如說206 Camera People 直接自己再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我們最後把這個名稱改為 Camera People 可以把它在 在這個 最後秀出來 把它改成 Camera People 再來的話呢就是說 接下來我們要加入頁面 頁面部分的話我們要加哪些頁面 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 這個 我看一下 206 裡面的話呢基本上 就是需要做幾 第一個是攝影 攝影名詞 然後相機種類 再來是這個相片欣賞 意見回饋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會先需要插入一個首頁 那進來的話會有這三個 三個選項 那第一頁的話基本上就是這一個 其實就是攝影名詞 一進來的話就跳到攝影名詞 那我們就是 增加這三頁就可以了 那這個意見回饋不用 因為它是一個超連結 連結到Email信箱 OK 所以大概會有這幾個 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先插入三個頁面好了 那三個頁面怎麼加上去呢 第一個請你在Body 跟Body之間 先按一個 Enter 直接在Body跟Body之間 在這裡按Enter 把它先隔開 再來的話呢 在JQuery Mobile裡面插入頁面 那頁面名稱的話呢 它會先出現這個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第一個頁面的話 我們叫做Home好了 Home OK按確定 那我們業所業尾都有好了 OK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這個地方就出現第一個頁面 再來的話呢 一樣在DIV這邊點一下 按Enter 然後我們再插入兩個頁面 第二個頁面 然後這個叫Page 1好了 OK按確定 然後再來插入第二個 這個叫Page 2 也有業所業尾 好 那再來的話 分別把業所的部分呢 把它改成改一下名稱 名稱的話實際上就是這一個 像攝影名詞 第一頁我們就是攝影名詞 然後內容部分的話 第一頁這個是Home Home是攝影名詞 那第二頁的話是相機種類 相機種類是這一個 相機種類 然後再來就是 照片欣賞 這一個 那內容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Camera 1 把Camera 1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請你把這邊的文字 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 攝影名詞的這個內容裡面 把它貼上 OK 好那相機種類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會有第二頁 第二頁裡面的話有這些 那只是說如果我們直接貼上的話 它會是 四張 不過我們 如果希望我現在 點進去之後的話 它是一個清單 它分別是什麼 數位相機 清便相機 等等的 這四個的話 那要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處理好了 我們如果要把它分成 再另外在四個頁面 能夠讓它 做清單的話 等下再來處理 那再來的話 相片欣賞 相片欣賞 裡面 點進去 也會有 這四張的連結 那這個地方我們等一下 也再來處理好了 所以 第一個請各位 先 開啟一個 一個 新的檔案 然後裡面的話分別 利用那個 JQuery MOBA 插入 三個頁面 那三個頁面呢 有頁手跟頁尾 頁手跟頁尾 都要有 然後把它先存檔一下好了 把它儲存檔案 名稱的話呢 就是叫做index.htm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的 首頁部分 儲存 OK 那問題說要不要複製 當然按確定 自動複製 實際上 它會複製哪些東西呢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JQuery MOBA的資料夾 像剛剛同學問到說 可不可以教那個 用滑的 其實可以 就是要寫程式 那程式要寫哪一種程式 其實就是這種程式 所以如果各位 想要寫那種程式 可以滑來滑去 或者做很多變化的 請各位學一個叫做 JQuery MOBA 就是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套件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運用它 去寫出很多的程式 它是一個韓式庫 OK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 先完成第1頁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也就是說先開一個新的首頁 然後 名稱index 那裡面的話 就是有新增3個page 第1個page的話 就是 第1個page是 第1頁是 現回饋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 將來再做一個超連結 做一個那個 連結就可以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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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